大家好,我是阿俊 今天我教大家一个西红柿如何快速去皮的方法 特别的简单省事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磨刀棒 插入到西红柿里面 家里没有磨刀棒的话 用筷子也可以 大家注意一定要插结实了 下面开始操作 首先我们打开煤气灶 把西红柿放在上面不停的转动 这样可以使西红柿受热均匀 西红柿受热后表面会发皱 大家看一下这个西红柿表面的皮都皱在一起 这时候用手轻轻的一截就掉了 把剩下的皮全部用手揭去 十几秒钟一个西红柿就去完皮了 比用开水烫省事多了 去完皮后可以放在清水中清洗一下 这样吃起来更加干净卫生 用这种方法不仅速度快而且效率高 特别适合西红柿大批量的去皮 大家觉得我这个方法怎么样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这里是第一大厨 喜欢的记得点个关注